2022年度TV宗教自由面临的挑战 区域宗教自由论坛8月30日在台湾召开 维瓦尔一律师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 努里特克尔发表了专题演讲 表示台湾是中国随行再教育的下一个目标 因从维瓦尔人的悲剧中吸取教训 绝不能坐等中国放一条生路 他以家人在中国遭遇破坏的经历 仅是中共对民族自由体制的威胁 特克尔说 中共当局已经明确让台湾了解维瓦人的情况 必须知道 如果不能保护台湾 台湾人也会遭遇类似的命运 当然毫无疑问 没有任何情况会限制中国政权对台湾和世界的意图 以及中共正在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国际品牌相继退出俄罗斯市场 随后中国趁虚而入 正在用汽车、电视和智能手机等商品取代德国和韩国的进口产品 其结果是颠覆了贸易 俄罗斯试图通过转向为加入美国及其盟友制裁行列国家的商品 来使自己免受进一步的伤害 中共政府报告批评了习近平持续的中共病毒清零和隔离政策 北京一家智库报告警告地方政府应该改变限制措施 以避免反弹导致城市关闭 并扰乱贸易、旅游和工业 阿塞拜疆总统、亚米尼亚总理和欧盟理事会主席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三方会议 会议议程包括准备阿塞拜疆和亚米尼亚之间的和平协议 确定边界以及就开放通信和运输委员会进行谈判等问题 外交官表示 欧盟各国外长已经达成政治协议 将暂停2007年与俄罗斯签订的签证便利化协议 因协议为俄罗斯公民提供入境欧盟的廉价和便利的机会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8月31日会见了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 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发展前景 特别关注到扩大经贸合作 主要是经济领域里实施联合投资项目等问题 同时双方还讨论了加强国际组织框架内的互动关系 并就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